中國媽媽不易做,比北韓更慘。 星期日就是母親節,國際慈善組織救助兒童公佈今年的媽媽幸福指數,排第一格是挪威。 中國就在77個發展中國家之中排第18,還差過北韓,反映中國媽媽一點都不易做。 前年毒奶粉事件,3000萬個內地兒童慘便結石寶寶,做媽媽的就最傷心。 另外,中國婦女的分娩死亡率也很高,1000人之中就有7個死了,比率全球排第10。 報告沒有將香港排位,香港的媽媽就要承受另一種苦。 至於發達國家排第一的挪威,媽媽的生活和福利都非常好。 至於發達國家排第一的挪威,媽媽的生活和福利都非常好。 緊隨挪威的,依次是澳洲、冰島、瑞典和丹麥,美國只是排28, 因為當地的分娩死亡率較高,產家亦少些。 而在落後國家之中,包括的是阿富汗。 每8個分娩婦女就有1個死亡,超過4分1的兒童活不到5歲。 至於發達國家排位。 至於發達國家排位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